这里曾经是日本奈良时代 最大的古都 平成经 这座被复原的古城 静静地 注立在奈良城郊外 隐约可见 当年一帮觐见 百官朝贺的盛世 公元702年 日本浅唐使 素田真人 历经艰险 抵达长安 并受到武则天召见 他深深地 被长安的 灰红气势所折服 归国后 在他的提议下 日王仿造长安城 建立了 这座平成经 它集结了 从中途传来的 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工艺 平成经 东西距离 是长安城的二分之一 面积 为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74米宽的猪雀大路尽头 是通往内宫正门的猪雀门 刘青的防岩装饰上 雕刻着精致的糖草 木质结构框架 为损某结构 圆形立柱 搭配飞檐斗拱 有效地分散了 地震来时的震动 这种工艺 在日本 这个地震高发国家 被视为珍宝 层层的斗拱结构 也给王权增添了 更多的威严 受中途文化影响 平成宫正殿 大吉殿的名字 也是从道家理论中 万物根源的太极而来 公元七世纪中叶 日本积极学习唐朝律制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模仿唐朝 并结合本国国情 建立了二官八省治 神奇观祭祀 太政官统侠 八省司政各司其职 真正做到了上下有序 职责分明 而平成功的建成 正标志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完成 和一个盛世的开启 盛世的开创 还要归功于一位日本王族 1400年前 他的眼光穿越了茫茫大海 望向了海那边的大随 他就是日本时代的传奇人物 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派遣浅随使 从中途输入佛经和学问经典 政治制度以及文献揭露 揭开了日本和中华文化交流的重大实验 茜随使成了后来平安时代 多次浅唐输入大唐文化的先驱 这些输入的文化 被完整地保存在了日本社会 公元601年 圣德太子派遣浸臣小野妹子 作为潜随使 去往大陆学习 开创了先河 其后的一百年间 不但有僧人使者 抱着生命危险 来往于大陆与日本海峡之间 佛教文化伴随着建筑工艺 政治制度 本学艺术 工匠人才 从大陆源源不断地来到日本 圣德太子学以致用 将这些中途文化的精髓 融入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之中 以何为贵 出自论语学尔 理之用 何为贵 讲的是 以理处事 以何为贵 人与人之间 应该牵合有理 社会 才能融洽有序 圣德太子 将儒家的思想 也引用到了 他所定理的 宪法十七条中 这部 记载于日本书记上的法典 是公元604年 圣德太子 支撑的日本历史上第一步法典 对官僚和贵族 在道德上起到了规范和精神指导作用 十七条宪法 首先强调了 以何为贵 无论身份地位 无论上下等级 都可以和平地讨论问题 和平地解决问题 规定这一条的背景是 当时的日本 受到大陆传来的佛教文化 和儒家思想的冲击 日本原始的神道思想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士族间的对立 越来越激化 这时 圣德太子 阐述以和为贵 也是希望人们 可以变对立为融合 减少矛盾和冲突 第二条 理经三宝 所谓三宝 就是佛 法 僧 一直崇尚佛法的太子 确立了佛教导国教地位 认为人们应该按照佛陀的教导 屹立他人 追求生命的升华 这也是朴素的 善恶有报 天堂地狱等思想 深入民心 以心法 维护了日本社会 千年间的道德水平 第四条 以礼为本 推崇礼仪的重要性 强调 如果上层的礼仪出了差错 下面的秩序 下面的秩序也会混乱 在1400年后的当下 圣德太子 以礼为本的精神 依然是日本全社会 奉行的守则 第九条 第十条 讲信 是一支本 强调了儒家思想中 守信 众诺的重要 以及 不要因为别人的意见不同 就争执 愤闷 要知道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应该学会倾听 学会尊重 第十二条和十六条 宪法规定 官员不许横征 暴敛 征服做工时 要要顺时而动 给农民留出务农的时间 十七条宪法内容 及汉家学术之大成 令人叹服 如果说 宪法十七条 是国政的基石 那么官位十二阶 则开辟了 任贤选能的强国之路 从飞鸟时代开始 日本模仿中国代官 官位的阶品 看头上所带官的颜色 就可以知晓 而圣德太子指定的 官位十二阶 具体来讲 就是将官员的官位 分为德 仁 礼 信 义 智 等六种 每一种各分大小 共十二阶 不同官位的帽子 用不同颜色的丝绸缝制 分为紫 青 赤 黄 白 黑 六种 颜色的浓淡 则表示同一官位的大小 其中 以德位的子官为最高 统帅诸大臣 官位十二阶 吸收了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武常 和道家的五行思想 并以德行为尊 可见 在圣德太子心中 比起出身门弟 更重视的是人的德行 德意于官位十二阶的班部 曾经两次出使随朝的小野妹子 官阶至最高阶品大德 根据个人的才能和功绩 来制定官位高下 分有德行才干的人 开辟了一条仕途之路 打破了原有的世袭制度 加强了王权 可以说 宪法十七条和官位十二阶的制定 创立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基盘 除此之外 圣德太子还下召兴隆三宝 推行法王之志 他数度于御前 讲经说法 更亲至圣曼 法华 维摩 三经一书 设无遮大会 创立四大天王寺 法龙寺等七大寺院 大力弘扬佛法 令人心道德提升 他积极引入中途文化的举措 简洁开启了日本后世 包括大化改新在内的 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序幕